马尔科姆的经纪人明格拉在接受加泰电台的采访时表示,马尔科姆不喜欢现在的处境,巴萨叫我们冷静,他们说马尔科姆会获得自己的机会的。 马尔科姆加盲巴萨之后还未获得多少机会,明格拉表示,这个情况很难解释,球员都需要适应,马尔科姆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了,目前他还没有获得机会,但是当他上场时,他会展示自己的能力的。 马尔科姆现在很好,他很渴望比赛,他不喜欢这个状况,但是他很专注,很有动力,他19岁时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,不过最终成为了球队的领袖,巴萨要求我们冷静。 他们说马尔科姆会获得自己的机会的,加关或者强迫任何事情都不是好事,一切都会自然进行的。 对于巴尔维德会给出解释,同时之前曾表示马尔科姆是俱乐部的野人,明格拉表示,我并不惊讶巴尔维德的态度,这是他的处事方式。 他是一名话不多的教练,一般来说所有事情都要与教练达成一致的,但是最终教练和球员都是来来去去,他们做出的决定,都是为了俱乐部的利益。 我不认为马尔科姆能上场,是因为他不是教练要求的一员,巴尔维德必须得先给登贝赖比赛机会,因为他当时正慢慢获得进球,虽然之后确实被古地尼奥占据了位置,但是他会获得机会的,马尔科姆没有考虑离开,完全没有。